走世恶苦 第三十字 刚刚我们讲的 我们各位看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是不是走世恶苦 三十三点佛欠我 三十四点佛欠我 三十五点佛欠我 你们可以慢慢看 有哪一故经 哪一故经 佛如此的无法欠我 你们记得吗 不断的为我们解说 现实的社会种种的追求上大 让我们去看 让我们去了解 然后一直要见 一直见到我们 想着明白叫什么 好好认清我们现实的环境 不要再自己欺骗自己 真的把这个社会 把这个环境 不要看清楚 真的会怕 那怎么做 很简单 断恶修善 恶与恶相变 杀你 杀你算是这样子 也要断恶修善 我们要明白 我们要明白 苦种何难 你不了解 苦种何难 如何疑苦 你不晓得 小时候在哪里 你不晓得 你挪刷小时候 就是动静静 人生在世 何以苦呢 苦是果报啊 因为我们有造恶因啊 所以你要断恶 啊 大家希望有善果善报啊 那你要修善啊 好人才有好报啊 不就知不知道吗 啊我们知不知道 我人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离我先到 所以 要离苦得乐 我们要断恶修善 要断恶修善 要断恶修善 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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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把过去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谨点 彻底拿上去 然而明白 你做人生的真相 那就是不就能 所以这几个阶段 我们今天可以说 好好把基督抓下去 特别是佛祷 一代四孙 三千年前 看清楚三千年 我今天的社会状况 然后一不一时告诉我们 这里要小心 那边要小心 要谨慎 所以我们真的很大人 今天这些佛祷的智慧 神通跟德能 我们不能不天无法 而且记不记得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不如说二十个今天 我们在曼谷的地方 真的 你够有这样一个 苏聪庄业的道场 共同来吸引这部大经 这个是佛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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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宗有佛祂 所以要感恩 你要感恩 好 下面 我们就 一段一段 来跟诸位做报告 详细的读题 请看经文 详细的详细的详细 佛祷 所告领乐 详细 能以此事 关心正义 不为众恶 甚为大德 正识断 这一段的经文 能听到 这个是佛祷 提醒弥勒 弥勒佛祂是本人的 我还要想去找他 提醒他 或许有人认为 哇 一定要告诉你的佛祷 很高深的境界 或者所谓的佛门大法 不是 很简单一句 语等能以此事 关心正义 不为众恶 甚为大德 你们看看 再过去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们跟人家要互动 一般什么都打了 情善故事 真的 在这个社会上 为国家 为社会 为老百姓服务 牺牲奉献的 我们称之大 对吧 可是在无量作品中 在三七年前 我怎么这样 只要你 专心正义 不为众恶 各位有没有感受的 在以前 某某人真的 为社会 为社会 为国家 为我们地方服务 行善故事 完全是奉献 完全是奉献 舌体对了 我们称他为他 但是今天 三千年前佛所说的 只要你的心正 你的心正 只要你是正知正见 一些事 你不要干坏问题 你就是他们 你看他那种感受 你看我那种感受 你看我那种感受 如何真正理督神呢 所以我们刚刚才大力认出来吧 我们讲明白 所以我们都是从此恶乃 照顾乃义 照顾乃义 他会听 服辞佛的 谁知道 自理达 可是如果你问他 师兄你不要这样 他会告诉你 我哪有 他自己不知道 这个很重要 有时候如果你不关在这种报章大事 你报纸拿来要干 你这样就是不对的 我哪有 他会说 我哪有 你看多好吗 这个就是我们佛本所讲的点形啊 明后见到 当然佛头很随便吧 佛头告诉我们 他不是有意思做 他不是故意 好 他不是故意我们的 可是翻开道章大事 真的有很多是故意的吗 佛也不原谅他 为什么我原谅他 因为他是遗义 你们看看 反而众生我们造恶干害事情 佛说他不是故意的 好 他不是故意的 那么他不是故意的呢 佛说他不是故意的 佛说他不是故意的 他不是故意的 我也是故意的 他不是故意的 你自己是故意的 你不故意的 他不是故意的